老萍 回来了 你这一天都忙什么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爸妈明天要见你 明天就见 会不会太仓促了 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那我第一次见未来的公婆 总不能这么一副邋遢样吧 我 我去做个面膜 好好睡一觉 这样明天看见气色好的 好嘞 嗯 这 行不住了 来 爸 妈 雪岚 这就是我的女朋友 好晚宾 叔叔 阿姨好 叫我婉萍就行了 这些我给你们带的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婉萍啊 坐吧 婉萍 对吧 是 今天多大了 父母是干什么的 三十二了 我父母走得早 就我一个人 三十二了 你比小枫还大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我没有工作 下岗妇女啊 哎 可以做前职代代 你结过婚了 是 已经离了 结过几回啊 雪岚 说嘛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爸 妈 这是第一次跟婉萍见面 咱能不能 别把这个气氛弄得 好像这个警察局 神案子一样 把人都吓跑了 晓风 你怎么这样呢 我们第一次跟婉萍见面 聊一聊 了解了解 要想找一个儿媳妇 最起码要知根知底 这样才可靠吧 好 晓风现在突然间爱上什么人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跟这婉萍一见面 信不说晓风 对着婉萍萍和当初 对程紫月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吧 就说这婉萍 给我的感觉 有点奇奇怪怪的 好像在遮掩着什么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个婉萍萍和程紫月 根本就是两种性格的人 要说这婉萍萍的长相呢 还是不错的 不过怎么看都是小家子气 晓风 不会喜欢这样的女人的 老公 她是不是怀了晓风的孩子 别一惊一扎的了 咱们还得送其他渠道 了解下这个女孩 怎么会是这样的 打电话 叫晓风回来 爸 我觉得这事儿 你找我哥也没有用 什么都不如枕边风来的厉害 难道 让这种女人进家门 我觉得索性绕过我哥 直接去找婉萍萍 说不定她要的只是钱 咱们给她钱就是了 嗯 说得对 不管这个女蛋 她处于什么目的 坚决支持她 叔叔阿姨 你们今天叫我来 没叫玉峰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直接打当说吧 你们的事情 我们不同意 叔叔 我知道我们是快了些 但我跟玉峰是真心真意的 之所以我们不同意你和晓风结婚 并不是什么学历 和什么经济条件问题 我们是觉得你的过去 实在太复杂了 如果你作为父母 一个女人突然间丈夫 不知道什么原因死亡 然后又和另外一个人同居 你愿意让你的儿子 娶这样的女人吗 你们调查我们了 我们知道这样做 不是特别妥当 但是晓风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这也是他一辈子的大事 请你多多谅解吧 爸 妈 你怎么了 我们这是干嘛呢 你们为什么要背着我跟他见面呢 他们跟你说什么 我们只是告诉他 你们的婚事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 这有什么不同意的 我都这么大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要干涉我的生活 你怎么像孩子一样 这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这是你婚姻大事 你知道吗 别说了 结婚结婚是我自己的事 走 晓风 有这么跟父母说话的吗 玉峰 你冷静点 好好跟叔叔阿姨说话 怕你受到伤害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叔叔阿姨也是为了你好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们一家人闹矛盾 叔叔阿姨 我尊重你们的决定 暂时先不跟玉峰结婚 万平 你怎么又动了呢 只要我们是真心相爱 一张结婚证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我也觉得确实应该给叔叔阿姨一些时间 让两位能够接受我 现在你们满意了吧 走吧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你因为我跟他们发生了争执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善解人意 回家吧 走 来 走 怎么样 还挺顺利的 那个黄婉萍 一看就挺会红人心的 吃饭的时候主动说不结婚 就是想讨好爸妈了 怎么了 说到底还是我骗了她 我心里有点不好受 她那么对紫月姐 你要狠心一点才行 玉峰 我们要对付是赵斯文 黄婉萍只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口 这会儿不是心软的时候 我知道了 现在你还跟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这样下去不是事啊 放心吧 找机会给我搬出去住 婉萍 你快换衣服吧 跟我出去 去哪儿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快点啊 我在小区门口等你 好的 一芳 这 送你的 真的 我总是在忙工作 不能每分每秒都陪着你 你想去哪儿 我也不能开车送你 有辆车 这样放你一些 不用了 玉峰 我平时没事就待在家里 真要用车的话 打个电话叫就行了 你特意没有我买辆车 我觉得有点浪费 走的是浪费呢 我觉得这车特别配你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我还是觉得浪费 我本来就欠你的 送你那辆车 我觉得算是赔罪 谢谢你 开了 进车 试一下 我希望你来进去 我看着你 你一会儿 你不想去哪儿 你不想去哪儿 我不想去哪儿 你不想去哪儿 你也不想去哪儿